嘿 兄弟 你别把养分吸收完了 也分我一点 哦 好的 你怎么把养分全给抢走了 我都快珍惜了 我吸收养分是为你好 多些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能给你提供营养吗 可是 还有二十天左右 我就要被采收了 就我这副小身板 谁还要我 你被他给忽悠了 想长个 得这样 呼吸畅快多了 别扯啊 没忽悠 我还要进行光合作用呢 你这些老黄叶 粘了吧唧的 能有什么包子够用 还想留着抢营养吗 这怎么是条死路 兄弟们 撤 养分真的都回来了 我要全吃掉 然后变得又大又猪猴 可恶啊 你听说了啊 就旁边这个家伙 别看他个子那么大 胆子可小了 不能吧 你看他这肌肉 这爪子 一看就很能打 你都说是看起来了 其实啊 他们一遇到危险 就只会把头埋进沙子里 好啊 原来就是你 整天造谣我们胆小 这下可算让我逮住了 什么造谣 我可是有证据的 就我这大长腿 我遇到危险 就算不拔腿就跑 至少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 让自己窒息吧 那么一大街深起路在外面 你当我们傻还是别人瞎啊 在我们繁殖的季节里 我们中的雄性在铺蛋时会挖一个大洞 把蛋放进去 并且和雌性一起轮流一起旋转蛋 这是我们正常的亲子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 头被洞口掩盖 最多也就能说明我们头小 而不是胆小啊 你们说 我说的有道理吧 这家桂林糕果然正宗 好吃 不浅 你说啊 这桂林糕看起来就和果冻一样 和龟有什么关系 难道里面还真的有龟吗 想什么呢 一份桂林糕才多少钱 里面怎么会有龟呢 这就跟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红烧狮子头里没有狮子是一个道理 这么说 好像也有道理 你别听他乱说 我可是实打实地用龟胶和其他植物熬出来的 啊 龟胶 那怎么能吃呢 我们走 去找黑心老板算账去 哎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冲动 我说的不是龟胶 是龟胶 乌龟的龟 那 那没事了 你继续说 一开始我的主要用料是鹰嘴龟的龟甲 不可能 鹰嘴龟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都说了是一开始 你倒是让我把话说完啊 现在做龟胶膏都是选用六年以上的十斤浅龟成龟 龟胶蛋白含量多的龟胶膏不仅乌黑透亮 而且味道也更清香 哦 原来如此啊 兄弟 你老家是哪来啊 关你什么事啊 哎呦 是地海拔大棚种植的 嘿嘿嘿 我知道你 是就是 你又是谁 有啥背景啊 我老家云南的 我是云南高山蓝莓 我们那儿阳光充足 昼夜温差大 我们的营养成分只是比你们普通的蓝莓要高一些 你吹牛吧 能有多高 也就几倍吧 凡尔赛 我个头饱满 没有工业污染 不打辣 不吹熟 不染色的 可以说是天生丽质 外侧还包裹着白色果粉 新鲜得不得了 不像你 得需要些科技和狠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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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优点啊 花青素深受女星喜爱 我的花青素很高啊 嘿嘿嘿 跟我比花青素 你胆子也太肥了 我的花青素也是你们的好几倍呢 对对对 还是买点云南高山蓝莓给老婆吃 果香浓郁 满口饱汁 花青素含量高 老婆肯定会喜欢 不能吃啊 嗯 这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平时累了就爱嚼一颗提提神 特别有用 再说 冰朗可是纯天然之物 比香烟什么的健康多了 你觉得精神是因为冰朗里含有的生物碱 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精神紧张 提神醒脑 感到兴奋和满足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不让吃啊 这样的兴奋和满足 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生物碱会让你上瘾 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它 而且取决冰朗会损伤口腔粘膜 经常吃冰朗也会容易导致口腔溃疡 唉 口腔溃疡嘛 过两天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远远不止这样啊 冰朗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致癌物清单列为一类致癌物 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你难道想以后把脸割掉来报命吗 咦 我不要灯癌症 我不要割脸 我再也不吃冰朗了 要死了 要死了 人家不是故意的 这是怎么了 黑胆刺了我 我可能马上要毒发身亡了 就这 让我来 你在干嘛 我是在帮你 别看我们海胆那么多次 实际上我们的刺是由碳酸钙给成的 其基本成分与鸡蛋壳相似 首哥 刚刚我真不是故意的 使我的刺实在太脆了 那他呢 干嘛打我 我们的刺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 如果能把刺入皮肤内的刺揉碎的话 人体吸收速度会更快 你也能够快点好了 王子 请拍刺 别走呀 好疼 这刺也太锋利了 我可是沙漠中的刺头 谁敢来惹我 真香啊 你居然敢吃我 我有刺哎 你不怕痛吗 骆驼可不像我们人类一样 惧怕你的尖刺 它可是你的天敌 天敌 不可能 作为沙漠之舟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 补充水分和能量 骆驼进化出了一口铁嘴铜牙 它的嘴唇有厚实坚韧的皮质 还有毛发保护 口腔里更是长满了 像人的指甲盖一样硬的 角质化乳秃肉刺 可以绿断 并折断仙人掌的尖刺 就连舌角质化程度也非常高 配合发达的拖叶线润滑 你的刺根本破不了它的防御 可恶啊 你的嘴不怕痛 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骆驼是反除动物 有三个胃 你进到它肚子里 会先在流胃发酵 直到刺都软化之后 再通过反除 进入第二个胃进行消化 嘿嘿嘿嘿 你的刺都不见了 究竟要计划到什么样 才能不被吃掉啊 说你呢 赶紧离开我的地盘 你说斑就斑啊 给个理由先 嗨小baby 自己看不到吗 你身上寄生了离秀病菌 我看他没处过冬 好心收养一下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他会让我 感染离秀病的 严重的会要我的离命 你生病关我什么事 再说了 只是生个小病 哪那么容易挂掉 可他没地方过冬 是真会死掉的 做树不能这么残忍 老哥 谢了 总算熬过冬天了 该回老家梨树身上了 好嘞 下次月冬尽管找我 你这是诅咒为虐 摊上你这么个邻居 造了孽了 骂谁呢骂谁呢 哎 原来梨树百树还真是冤家 种在一起 梨树真的容易得离秀病啊 这下 回到了 可不能辜负这好阳光啊 不一定要长成菜园里 最大的漂亮的花菜 哎 干嘛呢 等着我散发魅力了 知道吗 你可要点脸吧 太阳这么毒 不给你做点防晒 会影响你颜值的 笑话 哥们真是励志 才不需要那些虚头霸脑的 走开 别耽误我享受你光玉 行 到时候变成丑八怪 可别怪我头上 老哥 他不做防晒我做 快用叶子把我遮起来吧 纯天然对于咱们蔬菜 才是最好的 你是这些手段 到时候传出去 谁还敢要你 我就遮个太阳 搞个物理隔离而已 你可闭嘴吧你 大雾语事件 我怎么变这么黄了 让你不做防晒 现在脉象这么差 才是真的没人要咯 对如今五花八门的火锅家族 大冬天 我们该吃什么火锅呢 冬天这么冷 必须得是我们北派火锅的代表 涮羊肉啊 羊肉火锅 可是元朝东亭菜 火锅家族中的老大哥 羊肉是温性食物 最适合冬天吃 我当团当年胡闭里南章 下来人快跑 就是靠着水煮防腌羊肉 才挺过来的 吃肉嘛 主打一个豪放 木不木 等年应该吃点辣椒才行 必须得上川鱼火锅 川鱼火锅虽然出现烧碗 但麻辣鲜香 花椒辣椒能驱寒驱湿 这款吃正合适 而且川鱼火锅可是从底层的传功 欠夫手里带吃的 各种下货食材 在不同格子里互不影响 这火辣 经济又好吃 接地记得很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火锅 我们吃不了辣呀 还是试试我们月系火锅吧 月系火锅可是地道的养生派 论汤我们可是专业的 沙烤的骨汤配上海鲜 养养丰富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海洋与传统饮食文化结合的产物 能让你们体会到大海的魅力 再配上沙茶酱 让你问不了 是不吃辣群体的首选 要不你们试试江浙火锅呢 我们不光坚固美味 还注重意境 我们的菊花暖锅灵感来自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 一锅暖人心 菊花的香气融入各种食材 花瓣随汤飙服 一口下去满口清香 可以说江浙火锅 是最有诗意的一种火锅 那叫一个高雅 一锅有什么用 管饱吗 要我说还得让我们冰费火锅的 我们那边自乎以来靠山吃山 多的是各种山寺海味 纯天然能让你大饱口福 只要不下吃 绝对没事 别看我们小众 这可是原生态的泥土芬芳 绝对能让你们难忘 好难选啊 所以冬天到底要吃什么火锅好呢